为了让泰国儿童了解泰国饮食文化 10月22日 泰国粮食理事会和学生园区管理办公室 举办了泰国料理展览会来看报道 泰国粮食理事会和学生园区管理办公室 在Central World Picky Park 举办吃玩健讲泰国饮食文化展览会 在此次展览会中 主办方邀请了去年和今年的儿童讲故事比赛冠军 8岁的卡者萨于小朋友和6岁的塔亚拉小朋友 来讲与烹饪有关的故事 以及教孩子们做泰式炒面 并举办儿童讲故事比赛等活动 学生园区管理办公室小组委员会副主任苏塔亭女士表示 吃是品尝各种各样的泰国料理 玩是教孩子们烹饪泰国美食 见识观看泰国饮食文化电影 讲是讲与烹饪有关的故事 从小让孩子们了解本民族的传统餐饮文化 培养他们动手能力和表达能力 泰国粮食理事会主任彭博士先生表示 泰国粮食出口占国际粮食出口的十分之一 去年泰国粮食出口收入达到9600亿泰铢 然而现在泰国孩子们不太了解泰国传统食物了 这次展览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泰国儿童 了解泰国饮食烹饪文化 你们的語言 总好的照顾会和我们一起来 试试试试试试试 我们会来介绍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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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pty 从小偷童的语言 我们想让孩子们能 inches自然之后 东盟卫视MGTV记者林凯雄庆邦 泰国曼谷报道